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文革过去多年 但文革头下的暴力阴影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清晰可见 从打压异议人士的强力维稳 到重庆模式的红色激情 从暴力拆迁的抢占掠夺 到动不动就喊打的外交辞令 从上层的毛式化语 到民间的愤懑不平 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 仍然处处折射出文革式的暴力意识 那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要如何才能抚平暴力之气 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暴力的阴影 走进文明世界这部分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我想请高文先生 首先来开场 就是说中国政府一直掩盖和包庇 这个文革中的恶行和暴行 你觉得从制度上讲 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 请你很快地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最主要呢 其实刚才我们也都已经都提到过 这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 因为文革呢 可以说是共产党 这个就像RQ头上的赖巴 那是碰不得的 因为这个文革的暴行呢 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 实在是令人发指 这个一旦接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毛泽东也好 执政的共产党也好 实在是难以逃脱这个罪责 因此呢 从八十年代之后呢 邓小平在 虽然所谓的这个 这个彻底否定文革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的话呢 把毛仍然给他高高挂起 让林彪四人帮给他背黑锅 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话呢 实际上比这个邓小平呢 还要后退 现在还隆重纪念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为了一个政治需要 救党保全 好 破空 从社会层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 社会层面来看 文革暴力的阴影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看到这种什么强行拆迁 暴力拆迁 另外动用黑社会这个打压一击 还有这个就是 在社会上我看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猜忌 尤其是这个官商勾结 这种为父不仁 巧取豪夺 本来是一种 另一种经济上的暴力 而给民众造成的另一个因素就是 民众呢就是仇富心态 仇官心态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 应该讲一个就是 暴政跟暴民的一个恶性循环 酷力跟凋敏的恶性循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 仍然有这种恶性循环 就整个社会的充满的利器 依然是挥之不去 包括在当然在共建法系统 普遍滥用的酷刑 甚至对异议人士适用酷刑 比如说高智慎 那种酷刑和性虐待 都是令人发指的 好 王康先生 请你从文化层面来 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 我觉得首先是 中国共产党要向中国人民认罪 就是这个要效法 中国历代的皇帝 从羽汤一直到 汉武帝汉武文帝 一直到光绪皇帝 都这样做过 历代的皇帝都知道 有天灾人祸他们承担最大的责任 他是天子 那么中共对文化大革命 毛苏元死去了 他作为整个共产党 他们应该负责的责任 我举一条 1967年的1月13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 联合的颁布一个红头文件 就是关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当中 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所谓的公安六条 那些公安六条是完全选行的 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分出了21类人物 什么地府反卫又好等等 把这些人全部公开作为建民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不许他们外出 不许他们改换姓名 不许他们参加任何的群众组织 完全打入令策 而且我还知道 当时谢府的中央公安部份 本来准备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式清洗 就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 把这些所谓的21类人全部赶到农村去 让他们自生自灭 甚至把他们集中起来 仅仅是因为毛已经高龄了 因为林彪事件 因为等等 没有时间来管这个事情 否则我们可以想 从逻辑上来看 如果毛一声令下 把地府反卫又21类人全部灭掉 那也做得到 那比奥斯威星达豪 不肯瓦尔德集中心 更残忍的局面都可能在中国出现 这个是谢府这个人 当时中央共产党 毛虽然去世了 要么就是他的后人 他们应该带毛下这几招 当年的伯兰特是反法西斯老的战斗队员 在波兰华沙无名纪念碑下跪 他自己没有他反法西斯的 带德国人民向波兰人民向犹太人下跪 那么中国应该效仿 应该做 第二就是整个集体 刚才说了人民的反省 尤其是当年的红卫兵们造反派别的反省 尤其是当年那些什么首都红卫兵 什么纠杀队 什么西丘东丘 他们当时在刑讯室里面用人血 写了红色恐怖万岁 这些人 这些人他们 如果他们不畅悔 不对中国那么下跪 他们绝对下地狱 而且我个人主张 应该追究这些人的责任 就像犹太人一样 到天涯海角 不仅调查受难者 也要调查加害者们 他们是谁是谁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小夏 我们知道这个 中国这个社会学家于建荣 他最近表示 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越来越变狠 有一股利器 他说中国社会上上下的一股利器 那么经济学家何清廉 也是中国社会在日益的丛林化 那么我想就是说 比如说从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高文谦和文破空都提到 就是中国这个政府上社会 都有一股利器 我想问这个利器 和当初文革这种暴力之间 有没有一种内在的 一脉相承的关系 那么这种利器 有没有什么样的 意统 从个人角度说 这从个人行为角度说 这是不光是一脉相承 而是一路延续下来的 那么你看中国今天的社会 痞子语言 痞子行为 痞子思维方式 在各个角落 都充斥着各个角落 咱们就说微博 支持政府的 反对政府的 支持某个人的 反对某个人的 这些人的语言 大多数的语言 是非常非常有痞子气的 而语言和思维方式 就会反映到行为方式上 一旦有机会 这种暴力之气 就会有暴力的方式 那个发泄出来 说到这个文革暴力 我想我们很难不联想到 这个重庆模式 就是重庆唱红打黑 不管是其中这个暴力打黑 还是说他铺天盖地的红色激情 来自对于薄熙来的 个人崇拜 都让我们看到了 重复文革错误的可能性 那么从重庆经验看 我想请高文庆来分析一下 你觉得当年造成文革暴力的 哪些因素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这个土壤里面仍然存在 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主要是两点 一个是制度因素 再一个是文化因素 我觉得文化因素 主要指的是党文化因素 就是中国政府现在至今 仍然把不同意见 认为是敌对思维 他用这种敌对思维的处理 因此就发生了像 对待高之胜 对待郭飞雄 这些人采用 惨无人道这种暴行 那么实际上 对人的尊重 这个事的话 是消除暴力的 一个价值的一个前提 同时的话 你要是如果说取消了 敌对思维的话 那么这种反人性的 这种暴力行为 也就没有了根基 那么现在关键是的话 第一制度还是没有变 换汤不换药 再一个从思维模式上 仍然是敌对思维 挑动阶级仇恨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中国在维稳各种情况下 对待访民 对待其他所有这些人 不同意见人 手法跟文革是一脉相承 好 破空 这个我们看到 当中国的官方这些媒体 表面上一些语言 发生了一些变化 引进一些互联网语言 但是一提到政治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文革语言 比如说一提到 国内敌对势力 国外敌对势力 提到跟邻国的纠纷 提到对台湾的威胁 那都是这个破口大骂 那种一下就是文革作风 说人家说这个 到了中南海 才知道文革还在搞 说这种文革作风 也体现在中国的 甚至外交上 比如说那个李肇星 被称为红卫兵外长 因为见到外国人 是咄咄逼人 张牙舞爪 那个沙祖康 被称文革式的 中国外交官 也是因为那种 称王称霸 那种不讲理的 一种横满的作风 所以就是文革的东西 从这个官的阶层 不光是制度 刚才文前讲的一个制度 而且它的语言体系 思想体系 一直到现在的领导人 甚至用开口闭口 都是毛式语言 听起来有的语言 好像很温和 实际上那些语言 背后都有很大的陷阱 什么又是什么 为人民蒙福利 又是什么人民 只有人民 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又是一口一个人民 其实毫无人民可言 而且我们刚才 提到重庆模式 我们不要忘了 薄熙来本身是文革受害者 他的父亲文革被打倒 他的母亲 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 所以他还在搞文革模式 还在给别人做老虎灯 行循逼宫 搞大没收 而习近平本人 也是文革受害者 习近平 他的父亲被打倒 被毛泽东下月16年 他自己被拿去 13岁就批斗 戴个铁帽子很重 他两只手扶着 然后他逃回家之后 这个很恶 从党校逃回家 他母亲还去告发他 结果他趁着大米逃走 所以非常悲惨的时候 他批斗习近平的时候 母亲齐心在下面喊口号 打倒习近平 所以这样的惨痛经历 应该说对他们是有所启发 但可惜的是 由于这个既得利益 为了维护这个既得统治 他们是真眼说瞎话 就是把这个文革硬实给污下来 这个上行下效 给社会带来非常恶劣的示范 好 王河先生 请您从这个重庆模式来看看 这个中国这个文革暴力的 这个现实土壤 暴力要维持到现在 这个令人担心的状态 某种程度上 不仅是文革的遗产 而且是有意为之的 就是这批太子党 登上历史舞台之后 他们要重新继承毛的 雄才大略 他们要有所为 有所大为 这个大为就是把中国 重新建立成继苏联之后的 第二个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种东西现在已经 越来越很清楚了 我非常担心 那么这个就需要中国 保持一种强大的一种力气 一种暴力之气 一种娇气 一种很横暴的一种气 一种霸气 非常需要 这是现实的巨大的需要 而不是说他们好像 他们不懂文明的基本的那些用语 不是完全不懂的东西 而是现实的巨大需要 不仅仅是合法性 不仅仅是正确合法性 而是要把毛的遗产 简单说就是推向全世界 这里我先要说破空 刚才说薄熙来也是受害者 薄熙来最初可不是受害者 是害人者 他是西九的创始人之一 当时他们博士三兄弟 男四中的 那么说到他重庆唱红打黑呢 我当时看的这个消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很吃惊 就是因为我这一代人 我也是文革过来的一代人 我们是有很多惨痛经历的 而这一代人很悲惨的一个是 就是我们的整个美好记忆 和那种激情岁月等等 都和当时那种充满暴力之气的 红色音乐 红色文化联系在一起 而通过唱红打黑 他是要把这种力气传下去的 你看今年的春晚 红色两子军的这个大大物 不是又起来了吗 那可不是老百姓 保持什么暴力之气 那是春晚上的节目 其实我们知道 中国几千年 除了这个文革以外 几千年里面 太多这个血以腥风的片段 那么这些片段 往往有相当高的 这个相似度 刚才我们提到 文化上的一些传承 那么我想最后 请每位嘉宾 一分钟的时间来分析 就是中华民族如何避免 才能重复 像文革暴力 这样的重大的错误 那么高文先生 请您先讲一下 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转变 体制的转变 从一党专权 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 第二个的话 是思想方式 或者是官方主流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转变 转变为 可以普世价值接轨 真正尊重人的价值 尊重的普通 屁民 屌丝 他们的这个尊严 只有这样子 中国的话呢 才能避免走文革之路 好 破空 我觉得法治是主要的 没有宪政 没有法治 没有依法治国 社会随时可能失序 我们讲中国几千年 可以说就是法治 薄弱 用人质代替法治 但是今天中国的法治 还不如汉唐时代 所以要解决 我们今天中国的问题 包括文革暴力 实际上是专制社会带来的 要解决专制的疾病 必求助民族的良方 这是人类社会的经典总结 也是中国历史的深刻启示 好 王康先生 马克思说 法国大革命 是共产主义的助产婆 是现代社会的 这种巨大的革命 列宁说 整个十九世纪 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启示下度过的 所以第一 我们首先要对法国大革命 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扬起 第二 中国一定要彻底的废除 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的遗产 以及其他的在东方的变种 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我再强调一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空穴来风 它是时代人累移的一个结果 从法国 从欧洲到欧亚 结合部的莫斯科到北京 这个里面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了 这个世界史上思想的左翼 激进革命造反暴力思想的 这个传承的这么一个结果 当然是根本的是 我们要接受现在 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 以人为中心的 人的意义价值 这个尊严为中心的这个价值 同时我们适当的 我们要重新的 思考我们中国传统的 儒家的 以人为中心的 那些友谊的 这些精神文化的遗产 两者结合起来 好 我说的就很简单 尊重个人 尊重每一个生命 让每一个生命 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这个西方学者还有研究 他们就研究说 当这种暴力之气横行的时候 比如说迫害异教 比如说迫害某种思潮等等 即使在西方国家 在那些就尊重个人 每一个个人 要拉到法庭面前审判的地方 和一个就是一场暴力 把人都杀了的地方 是差别非常大 他们说当时比如说 美国的迫害女巫 死的人是十个几十个 就这个数字 当英国迫害异教徒 你说的是几百个几千个 因为他是每个个人 要经过审判的 而当法国比如说屠杀 胡格诺人是几十万几十万 所以尊重每一个个人 每一条生命在法律面前平等 必须经过法律程序 才能够剥夺一个人的自由 和一个人的生命 这是保障现代社会的 最根本的关键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文革暴力特别节目 到这就要结束了 我要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王康 龚小夏 高文谦 和陈伯宫先生的 这个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提出建议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文革特别节目 实际上也是因为观众和网民 有很多的关于宋彬彬的讨论 才引起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兴趣 那么希望大家以后 继续给我们更多的反馈 我是宁钦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